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新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 叫《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涛与晚清改革》 本书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王涛的晚清历史人物 可能这个人物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称号 长毛状元 长毛原本指的是披头赞法的太平军 那么这位太平天国的状元 怎么会和晚清改革扯上关系呢 太平天国最著名的改革理论家 不是写了资政新编的干王红人干吗 没听说过有王涛这号人物呀 书名中说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又指的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先来看看王涛的人生经历 1828年 王涛出生在福利镇 属于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 与当时许多的书香门第家庭一样 王涛从小便接受了正式的传统教育 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 18岁时 王涛便因为文章有奇气 也就是拥有着不平凡的气势 被主考官推崇被制 成为了一名秀才 但是第二年 王涛并没有考上举人 从此 王涛便远离了科举考试 再也没有在这条中国文人 走了上千年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1848年 21岁的王涛来到上海 探望开办私塾的父亲 第一次来上海时 从远远在船上看到的烟水舱囊 到近距离看到的西方楼阁 上海这座新兴的沿海城市 给王涛的触动是巨大的 我们要注意这个年份 1848年 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 已经过去了八年 南京条约也签订了六年 正是因为清政府与英国 签订的南京条约 才能让上海成为中国的 五座通商口岸城市之一 也才能让王涛 见识到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不过 上海这个在商业和生活中 都与西方交融如此之深的城市 却让最初的王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首先 他对上海当时的西方化非常忧虑 大批英国商人聚集到上海 开展经济贸易 这不仅会淡化上海人 对英国这个鸦片来源国度 应有的不良情绪 而且也会波及到周边城市 同时 西方人完全可以通过贸易之名 运输各类物资 这也引发了王涛 对清政府海上防御工作的担忧 1849年夏天 王涛的父亲去世 他必须要开始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这年秋天 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新教伦敦会开办的 墨海书馆当起了编辑 新教伦敦会是基督新教的传播组织 而墨海书馆是新教伦敦会 在上海开办的一家出版社 负责人是一位英国人 名叫麦都斯 此前便与王涛认识 当时书馆的一个重要工程 便是翻译并出版圣经 据王涛自传 他年轻时有意研究戏学 大概是那时候便自学了英文 所以才得以结识麦都斯 并留在书馆工作 墨海书馆的领导大都是外国人 并不精通汉语 他们经常干涉王涛的文字工作 这使得王涛不得不写出一些 让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 除此之外 当时的普通人对王涛这类 与外国人共事的中国人抱有偏见 王涛对这种怀疑和鄙视的目光很恼怒 所以他对这份工作并不算非常满意 然而为了生存 他又不得不干下去 为了排解这种负面情绪 王涛开始扩大自己的交际圈 通过自身的爱好与学识 王涛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包括他在墨海书馆认识的两位同事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论地 饮茶酌酒 这让王涛获得了更为放松的精神世界 1854年 也就是正式来到上海的第六年 27岁的王涛接受了基督教的受洗仪式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明明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王涛 为何会在此时加入基督教呢 这可能与他在墨海书馆的工作经历有关 之前就提到 墨海书馆有一个翻译圣经的大工程 这个版本的新约全书非常畅销 在1859年就已经出了11版 此后80多年还一直沿用着 在这个版本的翻译期间 王涛恰好在担任着麦都斯的中文教师 因为深入了解到一些基督教的教义 王涛接受基督教的受洗仪式 也就不算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王涛第一次和历史发生直接的关系 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 而这一次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1850年 洪秀全领导了金田起义 并于1853年建立了太平天国 1860年 太平军将领李秀成攻占了王涛的家乡苏州 当时王涛几次上书禁言 为地方官提供对付太平军的办法 还谈及了不少的游击战术 包括诱敌深入 攻击疲惫 设计焚烧等具体措施 从未带过军队打仗的王涛 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方略 应该与他此前帮助过上海军官训练 城防的经历有关 王涛提出的游击战术 与几十年后流行的游击战 还颇有共通之处 但是当时的政府 似乎并没有很好的采纳 1862年元月 王涛母亲病重 他回到家乡 直到五月份他才回到了上海 在家乡 王涛写出了一组名为 《一谈》的政论文章 《一谈》对清政府的政治 军事及经济进行了阐述 还特别对清朝军队的弊端 给出了不少建议 这组文章标志着 王涛思想的一个节点 文章中的改革建议 与拟定政策 都夹杂着传统与创新意识的交融 在王涛看来 认同传统的同时 又不否认创新 这实际上更有利于传统的发展 王涛为何会在这个时间节点 写下这组文章呢 这极大可能与他之前 向政府提出的方略 不被采纳一事有关 被清政府无视的王涛 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痛心疾首之下 王涛写下了这组文章 王涛在家乡的这段时间 上海的清军从太平军那里 截获了一封书信 这封信写于1862年2月3日 署名人是黄婉 自蓝青 主要内容是为太平军 谋划进攻上海的具体方略 上海当局经过研究认定 这位黄婉不是别人 正是王涛 那这位黄婉究竟是不是王涛呢 如果是 那么此前一直为清政府出谋划策 对付太平军的王涛 为何这时候又站到了对立面呢 多数学者认为黄婉便是王涛 证据确实有不少 比如黄婉和王涛的字都是蓝青 二人的籍贯文风甚至笔记都是一样的 而且王涛曾亲口承认 他在家乡时曾与叛军有接触 虽然他表示这实际上是为了清政府 从后来发现的许多传教士 与太平军的书信证据表明 王涛此前便结识了太平军的 第二号领袖人物红人干 还有可能在1860年 见过刚攻入苏州的李秀城 众所周知太平军本身和基督教很有渊源 红秀全当年就是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启发 这才创立了拜上帝教 然后才有了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 所以这些来自外国的传教士 非常乐于和太平军的人物接触 此前便提到王涛的雇主 也就是漠海书馆的负责人麦都斯 正是新教伦敦会的关键人物 1854年 王涛便通过麦都斯认识了 红秀全的足弟红人干 1858年 红人干被红秀全封为干王 总理朝政 1860年 上海的这些传教士 与太平军深入接触 而王涛作为传教士 与太平军领袖的中间人 便先后两次帮助传教士们 起草修改文件 其中一封书信是写给红人干 另一封文件则是传教士们 央求李秀成转交给红秀全的 如此看来 黄婉是王涛的可能性便增大了 王涛被清政府冷落 加上他又与太平军高层有过接触 那么他在1862年 给太平军写出那样的一封书信 也就更为合理了 王涛的这些经历 让许多学者认为 黄婉便是王涛本人 上海当局决定抓捕王涛后 王涛不得已在英国领事馆 躲避了三个半月 接着他乘坐英国邮轮前往香港 并于1862年的10月抵达 在香港 王涛结识了传教士李亚各 这位李亚各此前便和肝王红人干 在香港密切共事过 这似乎更加坐实了王涛与太平军的密切关系 王涛在香港的工作 是给李亚各当翻译助手 着手将中国的经典文献翻译成英语 王涛先后参与了四书 上书 诗经 左传 礼记等经典文献的翻译工作 王涛对这份长达近十年的工作非常热情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他愿意将中国的道传入西方 从这也可以窥见王涛的思绪 他希望让更多的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 同时他也希望让自己可以更加了解西方 1867年李亚各因病回国 他邀请王涛前往他在苏格兰的家中 王涛在当年的年底如约前往 并在1868年初到达欧洲 王涛先是在巴黎的卢浮宫游玩了一番 还观赏了几场歌剧 王涛来到伦敦时 发现自己在伦敦的名气还不小 有家照相馆甚至已能为他拍照为荣 这可能来自于他之前翻译工作带来的影响力 此外 王涛还受邀去牛津大学的毕业班做演讲 他在讲座中 把儒学之道与基督教的天道进行比较 赢得了满堂全体师生的掌声与赞许 在黎雅各的苏格兰家中 王涛开展了对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识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被黎雅各大家赞赏 此后更是被许多学者称为画时代的著述 王涛前后在欧洲一共待了两年多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黎雅各一起旅行和做学术研究 在欧洲期间 王涛细心观察了西方的工业 铁路 文化与风土人情 这些建文虽然没有大大改变他对西方的看法 却让他对日后涉足新文业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1870年3月 王涛回到香港 开始整理撰写历史 改革等主题的文章 很快 王涛的文章让他在社会上有了不小的影响力 他的才干也受到了许多洋务派官员的关注 甚至曾国藩和李鸿章都对他产生了兴趣 不过以写作为生的王涛最终还是选择了新文业 这个行业与王涛之前从事的出版翻译工作有很大的关联性 又可以让他这个充满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去充分展现他的想法 1874年2月4日 王涛和朋友合办了循环日报 循环指的是周而复始 王涛的循环史观让他坚信 中国虽然如今没落 但终究会循环回到强大的那个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 王涛作为该报的主编 撰写了许多精彩的文章 他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述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越来越多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们 受到了他的影响和鼓舞 包括了当时还年轻的孙中山 直到1897年去世之前 王涛也一直在从事新闻业工作 他在新闻圈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甚至还曾担任申报的编撰部主任 王涛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 得到了广泛承认 林宇棠认为他是中国记者之父 可以说王涛虽然最终没有通过从政成为一名改革家 但是他用记者和政论家的身份实践了改革 众所周知 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一个人对事物 社会与历史的观点与看法 改革又是一项事关世界与历史的举措 所以改革家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势必深深影响着他的改革理论 所以在了解完王涛的生平经历后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王涛世界观的第一点 是传统社会的人更应该了解现代的西方 王涛出生于19世纪20年代 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 他去世于19世纪末 独有的阅历让他有机会去研究西方 当时清政府的落后与西方的强大 让传统出身的王涛更明白到 了解现代西方的必要性 王涛世界观的第二点 是对欧洲暴力联盟的不满 当时欧洲列强通过结盟的方式 壮大自己的势力 四处征战 掠夺各个大洲的土地与物资 欧洲列强自然是非正义的 他们合纵连横 大肆地发动战争 简直是另一个春秋战国时代 战争与结盟强权非正义 道德在堕落 这三者便是欧洲形势的特征 王涛世界观的第三点 而另一方面 他的现代性又让他敏锐地意识到 清政府应该向日本学习改革的理念 利用传统理解现代 利用现代改造传统 这句话可以作为王涛的世界观体现 而历史观则是 他对过去历史与当时现实的观点集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王涛的历史观 王涛历史观的第一点 是将传统的历史叙述与现代的研究领域结合 一方面 中国自司马迁史记以来的史学叙事传统 被王涛很好地继承了 另一方面 王涛又发挥了他比同时代学者更大的现代性优势 将历史研究的领域转向了西方 这在他的历史著作 普法战记 法国制掠 西方原始考等都有体现 王涛历史观的第二点 是用传统模式去理解现代历史 再用现代手段去改造传统社会 以他的代表作法国制掠为例 王涛理解法国的内政制度 是通过广制 江域总制 巴黎制 俊毅制 藩属复制 等中国传统史学的标签去理解的 同时 身上极具现代性的改革家王涛 又习惯将这些在当时看来比较先进合理的制度 与中国本土的制度进行对比 王涛历史观的第三点 是物极必反与天道循环的历史观 在法国图说蓄义文中 王涛强调了法国之所以兴盛和衰落的原因 就是在于天道和人事 他认为这便是一种循环 由此 王涛坚信 当时西方的野蛮强横力量 必然因为他不被道德利用而走向毁灭 而经历过汉唐强盛时期的中国 虽然如今没落 但也终将因改革而强大 了解完王涛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我们再来看看王涛这位改革家给当时中国开出的药方 药方说简单也简单 无非是改革二字 在19世纪60年代末 王涛便强调着历史正在发生巨变 中国的习俗与制度面临巨大的冲击 无时无刻不再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 面对这种冲击与危险 中国唯一能做的便是学习西方来痛击西方 学习西方的什么呢 王涛的准确用词是失其所长 也就是学习西方擅长的方面 这其实与著名改革家魏元 在19世纪40年代所说的那句名言 失以长计以质疑如出一辙 魏元比王涛早提出20多年 不过相比之下 王涛的改革诉求似乎更为强烈 他强调 中国应改变能改变的一切 要进行广泛的变革 王涛的改革要方 包括教育改革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王涛的教育改革主张 通关王涛教育改革的各种主张 其实他的核心点便是人才 而关于人才 王涛阐述了三个问题 人才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不论是在教育改革 还是在国家管理方面 人才都是比制度和技术 更为重要的因素 王涛认为 只要在合适的位置上 安排上合适的人 就能解决当时中国存在的 诸多现实问题 毕竟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实施者 即使有再先进的技术和制度 也需要人去实现和实施 人才的第二个问题 清政府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答案便是实用性人才 王涛说过 人才有很多等级 有当小力的人才 有当将领的人才 有当工匠的人才 有初始外交的人才 有抵御敌人的人才 有治理国家的人才 有解决难题的人才 很明显 王涛注重人才的实用性 也明白人才的多样性 他认为 人才只有在特长的地方运用 才可以看到他们的才能 人才的第三个问题 去哪里寻找实用性人才 王涛提出 应该通过考试去征求人才 通过教育去培养人才 王涛非常看重建设技术类的学校 特别是在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技术 因为这些方面是可以让清政府变得强大 可见 王涛认识到了清政府在技术方面的严重缺失 这和洋务派的主张相仿 也难怪他会得到洋务派高级官员的赏识了 说完了教育改革 我们接着来看王涛的经济改革 王涛的经济改革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经济改革的第一个方面是发展交通运输 生活在19世纪末的王涛 他在西方和中国都深刻感受到了火车 轮船和电报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力 而这三者的应用又跟交通运输息息相关 所以王涛提出清政府要注重发展 轮船航运 修建铁路并建立属于自己的电报体系 这样对军事方面的高速通讯有很大助力 经济改革的第二方面是发展矿业和纺织业 这两个行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矿业能运用到军事和制造业等强国行业 而纺织又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掌握了这两个行业就意味着掌握了资源与市场 王涛渴望打开中国的出口市场 这样可以与西方列强进行有力的争夺 从而缩短双方的实力差距 客观来说 因资金和经营等问题 当时很少有投资者愿意大力投资矿业 而纺织业也面临相似的问题 经济改革的第三点 重点发展商业及外贸 中国传统向来轻视商业 从市农工商的排序中 便可体会一二 拥有现代眼光的王涛 敏锐地意识到 商业应该被重视起来 清朝只有加速与外界的贸易往来 才能让自身更好的发展 经济改革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王涛三大改革中最后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第一点 是提高基层官员的素质 王涛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认识 让他认识到存在皇权不下限的问题 在国家管理方面 小力往往才是与百姓直接接触的一部分人 所以只有提高他们的素质 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政治改革的第二点 是借鉴西方的议会制度 在王涛的历史著述中 他就非常关注西方的议会制度 他认为这种通过下议院讨论 并得到大多数民众同意的制度 非常合理 当时大英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让王涛看到了希望 政治改革的第三点 是提高军队的战力与素质 王涛首先认为 应该保证兵源的充足 于是他主张 在清朝的城镇乡村 实行全民接兵的政策 不过王涛也强调 只有国家拥有良好的治国政策 才能保证这类兵源的数量与质量 民众相信的国家 军队的战力与素质 自然也就提高了 可见这项改革很大程度 决定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否 好 以上就是王涛在教育 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改革主张 利用传统理解现代 利用现代改造传统 这同样也是改革家王涛 在改革方面的体现 那么为什么王涛 会有如此特殊的改革理念呢 为什么他可以超出同时代 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排外主义的范畴呢 想必这才是大家更为关注的问题 本书作者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篇章 作者开始对一群特殊的近代知识分子 进行研究 可能大家要问 这些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相比那些帝王将相 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 确实是显得默默无闻 但是他们生活在中国历史演变最为特殊的那个时期 成为了那个时期的前沿人物 更有意思的是 这群知识分子都是来自于沿海一带 各位应该还记得 本书的主人公王涛 便是出身于沿海的江苏省 现在我们可以意识到 本书的作者之所以研究王涛 是因为不仅可以从王涛身上了解近代的中国 更可以从王涛这一类人身上 发现更多具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作为一位沿海改革者 王涛并不是一位个例 所以作者以沿海与改革这两个关键词 对七位沿海改革者开始了研究 来提取这群知识分子独有的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在近代新起行业的建树 这七位历史的小人物如王涛一样 是在近代才有的一些行业中 拥有不同程度的建树 如发起和推动中国幼童 留学美国计划的荣洪 创设亚历市医院的河企 对航运事业颇有贡献的唐景星 出任多国公使的中国第一位律师 武亭芳 有开办中国第一家自办棉房厂的郑观英 最后两位是一对兄弟 哥哥马良和弟弟马建忠 哥哥马良在中国教育 政治宗教活动方面颇有成就 还和严妇一起合办了复旦大学 弟弟马建忠则是李鸿章的外事专家 在晚年还写出了语法学名作《马世文通》 第二个特质是与上海和香港走廊的密切联系 他们都出生在这两个大都市附近 而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当时与西方接触最深的中国城市 让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拥有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 这双眼睛让他们可以更全面地观察这个世界 从而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个特质是基督教的文化背景 其实早在古代 宗教就和沿海地区有着讳莫如深的关系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克就有一篇著名的文章 研究的是中古时期天师道与滨海地区的关系 毕竟宗教非常容易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 而在拥有更多交流机会的沿海地区 宗教的效用便会大大提高 这八位改革者都与基督教有着不浅的渊源 第四个特质是与李鸿章的亲密联系 包括王涛在内的八位中国沿海改革者 都与李鸿章有着不浅的联系 他们大多数还都担任过李鸿章的随从 不过李鸿章似乎更执着于权力 没有非常热衷于推动他们的改革事业 与这群沿海的早期改革者相比 内地的早期改革者 比如冯贵芬 郭松涛 薛福成 黄孙宪等人 也或多或少与沿海有着关系 他们的改革主张与沿海改革者的主张 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本书最前面的序言之中 作者曾谈到对本书的期望修正 而这些作者没有来得及 在正文中做出的修正 正是对于这最后一章中 对沿海与早期改革者的讨论 作者表示 如果让他重写这一章 他会更多地把关注点 放在19世纪后期的内清性变革 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晚清的社会变化 好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涛与晚清改革》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